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锁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远至湖北三千里进到江南十六州 八个一时找不透 咱们再来千锋找客人问 有 好 咱们这一次的话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使用MPVE中 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官方的话给了我们一些指导 我在这里也做了一下总结 咱们两边都参考着 一块来看一看 别在做项目的时候的话 遇到这种问题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其实老一辈的 早就已经汤过水了 对吧 我们在这里的话 按照人家给我们写的地图的话 咱们绕过去就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常见问题 第一个常见问题 如何在小程序中获取到我们 unload传过来的options 这块我们在做项目中好像用到了 它通过 this.dollarfulroot.dollarfulmp.query方法的话 来进行获取 而这块的话 这是小程序获取unlaunch或者unshow中 传递的options 这个的话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咱们小程序的这个场景值 是不是在小程序unlaunch进入的时候的话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场景值的话呢 获取到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对吧 你是从什么样的方式来进来的 就在这里 小程序中是不是它有一个什么呀 小程序的这一个场景 在这个叫框架这一块里面有个场景值 所以说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场景值判断 你是怎么样进入小程序的 而这个场景值的话 是不是会通过我们的unlaunch身份周期 或者unshow身份周期传递进来呀 那这一会的话 就可以通过this.dollarfulroot.dollarfulmp.appoptions 来获取这个场景值 好 在这里 如果小程序在这个调用的时候出错了的话呢 咱们会在每一个 在这个APP组件中的话 添加了一个onerror的回调函数 你可以在这个onerror的回调函数中 捕获到我们小程序的一些错误 这一个 下面这一块 我们的VOE路由这块支持吗 从官方的回答来看的话呢 路由是不能支持的 因为小程序无法动态的插入和控制节点 所以在这里的话是支持不了的 在这其实小程序自己是不是有自己的页面切换方法 Navigate 2 咱们做了很多的优化 所以体验也非常好了 我们反而用VOE路由倒不必要了 对吗 第五个的话呢你增加了新页面 没有反应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 我们应该在第一次开发都会觉得到 我们新增加一个页面 对吧 但是忘了重启服务器 总是会发现这个页面找不到 所以说你需要怎么样呢 每次都要重启一下我们的NP-M-RAN-DV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它不是高频的操作 所以说的话还可以忍受的 对吧 下一块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块能不能使用第三方的UI库的话呢 对吧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呢 能使用这个这个原理上是支持的 对吧 但在这一块因为一些是操作盗墓和爆墓的 你可能需要去得掉 对吧 咱在这其实小程序本身来说的话 它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的一些UI组件 也倒也够用 所以在这一块当然咱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MPVoE 官方提供的UI组件库来去使用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七块的话呢 我们也是在做项目中遇到了 我说我想用一下这个SaaS 没想到的话呢 它默认是不支持的 报这个找不到SaaS Loader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单独安装一个SaaS Loader 和弄了SaaS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在装这个SaaS Loader的时候 需要一个版本号的一个注意吧 因为新的版本的话呢 跟MPVoE是有不兼容的 所以在这块你需要安装一个 7.G版本的一个SaaS Loader 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能够解析咱们的SCSS的这样一套语法了 那对于这块的话 官方其实有自己的QA这样一个单独的页面 你也可以看一下咱们有没有咱们没有说的 对不对 新的页面 UI库 对不对 是不是能使用EaaS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官方提供Demo 在这里 这些都已经有了 对吧 这都没有问题 这块有些组件名没法再使用 可能你不经意间定义一个组件名的话呢 跟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话呢 它是这个自带的组件 或者跟我们一些保留的这些默认标签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Aconverse这些DIV 还有些后面这些loading啊 swiper等等这些东西 本来人家就这个内定的这些标签的 你还要起这样一些组件名字 那显然是不会被支持的 所以咱们在自己起组件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注意 注意 不要跟别人的话呢 起的名字的话呢 是一样的 这样来说的话 会导致呀 我们这个小程序 我们这个小程序 这个组件不会工作的 这块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好了 关于MPVE相关介绍的话呢 咱们到这的话算是一个小段落的话呢 结束了 在这其实有好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呀 你自己遇到了 是因为呀 你写代码的时候不严谨 包括我们后面这些注意的话 你没有提前看一眼 所导致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块一定要亲身去实践 实践之后才能获得经验 老话不是说了吗 对吧 不摸锅底呀 手永远不会黑 对吧 不摸油瓶 手永远不会腻 所以一定要亲自的去实现实践 这样来说的话呢 我们见的多了 我们错误见的多了 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错误 我们可以修改的更快了 但对于任何VoE 还有小程序单独的知识 不太了解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前锋推出的 VoE从我们到大神 还有小程序相关的 这样一些一系列的视频 OK 咱们就到这里 最后呀 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 对吧 还是咱们一开始的 有头有尾 顺风顺水 赵前孙礼 周吴郑王 黄尘厨位 我是柯文